越南气候温和天然景色优美 有很多历史遗迹区 由于越南对外开放的时间不长 所以仍能保持朴实无华的魅力 而且越南备有国际水准的旅店 加上浩克的传统 使旅客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本月最富盛名的景点夏龙湾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已经将它列为世界天然奇景 超过1600个大大小小高低起伏的岛屿 散在广达1553平方公里的海湾内 新落起步的海上小岛 有海上桂林的美誉 但是更有人说夏龙湾美景更胜桂林呢 我们安排搭乘夏龙湾VIP游船 出海游览夏龙湾世界级的天然奇景 本行程是特别安排欧美人士专用的旅游船 更让您能够体会与一般市售团体 所不同的高贵享受 岛上许多独特的天然奇连 石洞及栩栩如山的中辱石洞 令人太为观止 在岛与岛之间往来参观 宏伟壮丽的美景尽收眼底 能容纳2500多人 占地14000平方公尺的 寻珠大海生物与海豚表演俱乐部 有着包括多功能舞台和独特的水上舞台 在这里可以欣赏海豚、海狗、海狮的独特表演 他们可是由俄国第一流训练专家训练出来的哦 节目非常的精彩 一定会让您回味无穷的 北约充满艺术气息的陶瓷村 全镇以陶瓷文明 让您能欣赏到越南传统陶瓷文化的精髓 游客可以在此参观拉胚、成型、绘图、摇烧制作过程 繁多的产品种类让人目不暇忌 您可以选购物美价廉的陶瓷艺品 来命名如丝街、明街、纸街、珠宝街等 共有36条 贵宾可以在此量身定做 定制旗袍包包、鞋子 在过往之后喝一杯香醇的咖啡 享受一下法式的浪漫吧 一有千年历史的文庙 是河内保持最好且最美的古迹 文庙建于1070年豊朝时代 为了祭祀孔子及他的四大弟子 所以历经千年的时间 依然保持原始的风貌 让您亲身体会越南古老的历史 以及与中国文化不可抹灭的关系 郑国寺建于541到548年之间 寺内佛道接奉 以佛教为主 共有卧佛、千首观音 明乐佛、指天地佛 寺前有广场 面湖之处是欣赏西湖夕阳的绝佳景点 我们还将参观越南国父 胡志明晚年的办公及居住所 四周环境清幽 林间的高角屋是其朴素而高雅生活的见证 另外胡志明博物馆是由苏联原建 于1990年开馆的 也是很值得一看 雄狮、北越肉情、山水五日之旅 还有温馨小增瓶哦 全程安排矿泉水 装带南洋清凉椰子 纪念团体照每人一张 当然美食也是不可少的 兄弟庭园餐厅 西式自助餐 下龙湾海鲜餐 烤羊肉丰会餐 妮可酒店精致港式饮茶 西贡夏龙饭店晚餐 月食风归餐 还有独家赠送 36古街三轮车 跟越南木偶娃娃 赶快去报名咯 我看到那里有什么 事营业 我看到那里有什么